这远处打雷打得哄哄的 今天又是阴天了 早晨摘菜 还有蹲豆角啊 蹲豆角吃啥呀 就指着这几颗豆角 因为有豆角吃得不错 天天都有点供不上吃 这么多颗怎么都供不上呢 都纳闷了呢你说 那你一天天天吃能供上这吧 那天天吃这么多颗 供不上那什么 再做个鸡蛋酱呗 做鸡蛋酱 摘点小辣椒 小辣椒拱得上 小辣椒拱得上 摘小辣椒 几个三个 鸡蛋辣椒酱 吃得下饭 要不然这点饭都吃不下去啊 我来摘 你看这颗怎么就像 那不够了呢 哎呀 这还不好摘呢 你挑那要挨地的咱 啊 挨地我怕它都会烂了 这玩意 一堆堆的哈 这两棵怎么就花花黄了 那掉叶子呢 是不是营养不足啊 一会儿喂它上点肥 等那个 先把我喂饱了 那我喂它上点肥 给辣椒 这这么多小吃的味道啊 仨吃的 太辣了 太辣了 受不了 胃受不了 胃受不了 我都没咋敢吃 等不到你没给吃的 你才不说 是吗 那么在这里摘俩 五个 这辣椒好像有 还是有病害 那个 您在这摘豆角吧 我去上那个园子 去吧 再给 别干活儿 那个鸡吧 搁到那个里头 然后给切开了全部菜 是 我上那园喂鸡去了 好好喂它们 那么爱给你夹蛋一天 是 好吃的一个东西上 今天有黄瓜吃什么 黄瓜弄的 哎 有个大黄瓜 有两 吃点黄瓜摘回去啊 哎 哎 哎呀 每天就是吃饭 吃饭 二美饭 啥每天就是吃饭 谁每天不吃饭呢 一三三 每天 每天 每天就是主要的事就是吃饭 嗯 外面下雨了 这外面 这双雨也挺大的 这大雨一直下到今天晚上 两点 是 你说一开始包的没有雨 这又有雨了 后半夜两点啊 挺好的雨休 嗯 今天这一早就下雨 嗯 今天就雨休 在家休息啊 愿意做好吃做好吃 不愿意做好吃 就在屋里头干活 收拾屋子什么的 嗯 行 快吃饭吧 在屋里去黑 嗯 下雨下的吗 雨下的可大可大的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一个跑到我家前面 下雨天它们也会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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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干什么呢 为什么不回窝那样子 就在这儿嚼着 不然全部都飞到了 好可大雨 哇 太大了 雨下了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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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不住 一停雨了 他就跑出来 又弄上这个鸡窝了 他昨天把这个鸡窝给改到了 我们两个已经说了 要把这个鸡窝给他收拾漂漂亮亮了 底下要铺上钻 羊沙子 现在下点雨都霍大泥了 你干嘛呀 叔儿 你干嘛呢 这下雨你也不休息 一停你就跑出来干活 哎呀 要吃的 你看吗 真要吃的 围着你转呢 下完雨以后呢 感觉天气可热了呢 因为这个潮加热气弄到一块 感觉身体不舒服 不舒服 天气热不舒服 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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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小鸡 天气小鸡 天天下单 还可能下单 还那么瘦 他不太吃食的 很少吃食 基本上就是在外边刨桌 你看他一起吃 那大鹅就老咬他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还躲着大鹅 所以他基本上不太吃屎 还可能下大 你看他还知道躲着那大鹅走 可好玩了 我可以玩这只小鸡 你看我今天这里没怎么积水 这么大雨 你来积水 所以从那儿走了 太够呛的祸大泥了 还没怎么积水 快点收拾干净了 我大春打吧 就是没有体力 也要那么多体力 有想法还没体力 干不动 你现在应该去收那个沙子 嗯 那怎么办 慢慢来 收沙子把这块全铺上 给它扣平 再说你应该给它抢平 你看 这不抢两条 就出一阵汗 你看 这出透了 我都不抢了 慢慢干嘛 一天抢三条五条 慢慢干嘛 慢慢来 行 洗了 把这些洗一洗 一会儿就熬过家 不着急啊 还有那个没摘的呢 没摘那些也不摘了 那些就弄地了 那条园子还有那么多没摘吗 那那些呢就再摘 一会儿我去摘一袋 然后再摘我呗 在院子里头 那样太多了 能熬过来吗 也可以是 这个玩意儿 一锅一锅的话 瓷子锅不大 你看大锅的话不行啊 我想使那不锈锅的那锅 我得 使不锈锅的话还真不行 你就应该使那叫瓷锅 是 瓷锅还太小点 哇 砂锅是不慢吗 哎 砂锅也行啊 不慢 砂锅不慢吗 对 能用砂锅吗 嗯 我觉得可可狠 嗯 行 这个玩意儿 就是把那个 没太成熟的全部挑 对 没太成熟的 吃这么多 没必要就 再说想着玩意儿太多了 吃不了 吃不了 嗯 今天呢 就做这个 培加罗果酱 嗯 我吧 还是把这个果酱的做法 教大家一下子啊 其实做果酱 人人都会做 但是其实这里头 还是有好多说道了 就是说 比方说做果酱呢 一定要用这种这个沙锅 或者用糖瓷的也行 我家呢 糖瓷工有一点点小 当然了你要没有这两锅 用铁锅也行 嗯 为什么说非得用这两锅呢 用这两锅吧 因为这个水果里头 各种果酱里头 它都有果酸 这个果酸 跟这个铁锅 它会有化学反应的啊 做出来颜色不好看 这是锅的问题 第一个是锅的问题 第二呢 就是说 这个做果酱 加糖的问题 这个糖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 果酱比例的 果酱重量的 20% 加糖 要加冰糖 或者是砂糖 为什么说 要加20%呢 说我就想 多吃点 多加也可以 我就想少 少加点也行 说为什么一定要 达到20%啊 达到20%呢 这个果酱 这个就是 放的保纸期 就会长一些 你说达不到呢 这个果酱它就容易坏 它就是这样的 在别的操作过程呢 就是说和大家做的 基本上就都一样了 这个把它给它粉碎 你要是 用各种机器粉碎都行 要没有机器 你就用手也可以 给它抓碎也可以 是这样的啊 主要是这样的 煮的时候好煮 时间短 你说要是直接 就是这么来做呢 它就是那个 它就不好做 你要加水的话 往里加水呢 它那个熬的时间 就比较长了 你要是把它粉碎以后呢 再去熬的时候 它就 时间短 时间短 还快 就是说营养成分呢 就保留的更充足一些吧 应该是这样 下面我就开始操作了啊 我都已经洗好了 这就是那天在外边 晚上弄的这个黑加乳果 我说的这两点呢 记住了以后呢 其实下面就是 操作很简单了 这个黑加轮 它这个果汁 它本身就是有点黏 是 是 是 现在我就开始熬了 其实很简单 把它熬开了就可以了 熬开了 让它充分的 就是说沸腾以后 完了就可以 其实要是加糖的话 就可以直接加糖 当然我不想加糖 因为我有条件 来乡下 我有蜂蜜 我就加蜂蜜 我加蜂蜜怎么加呢 就是我正常给它熬煮 熬煮开了以后 趁热就直接给它放到 那个罐头瓶里头 给它拧紧了 它自然就有 那个物理就产生压力了 这样事得放起来 等到我吃的时候 就给它拧开以后 我会就是说 弄点这个黑加冷 这个果酱 加上蜂蜜一半 我会那么吃的 所以就是说 其实怎么来说 要我就是 我来乡下以后 其实我的生活 真的也是蛮奢侈的 细想一想 要我每天咋那么开心呢 其实人的幸福 都得是你自己 自己就是说 自己 自己感觉到幸福就幸福 不要跟任何人去比 就过自己的日子 安安心心 过自己的小日子 这就幸福无比 你说是不是 其实做西红柿酱 也是这么做 它那是蒸一下子 你这熬一下子 都是一样的 道理都是相通的 对 就是给它熬煮一下 完了之后灌装 然后密封 就可以了 人们总把这般 以为很神秘的东西 你放上白糖 它也好吃 放上白糖 它也防腐 对 它也不坏 是 但是你这样 你密封 它也一样防腐 我这么熬完了以后 我给它 也给它放到 一两个地方 因为在乡下 就有地方 储存它们 是吧 放到那个 就是我就放到 那个仓库里就可以 一般放我车库 什么的就可以了 仓房就比较凉快 那就没问题 因为给它密封好了 等到吃的时候 就是也很方便 原来就是说 付出了还是蛮多的 当然你收获的 自然也就多 像我们又辛苦的 羊蜜蜂啊 哎呀 这羊蜜蜂 羊蜂昨天 又手指头 直流一下了 这是疼啊 酸心的疼 其实付出也是 蛮多蛮多的 但是就是说 细想一想 这个生活呢 也是买摄取的 真的是这样 因为的话 你能吃到 纯正的蜂蜜 就是现在的话 你就拿钱的话 你很难买到 这种纯蜂蜜 是 就是因为 就像这个问题 都不用我说 大家也都知道了 就是有很多东西 这是你花钱 你买不到的 开锅了 又啊 嗯 这样你看 已经冒泡了 就开锅就好了 但是一定要再熬一会儿 让它冲震的 就是沸腾一下子 再多熬一会儿 这比较粘稠 看看 嗯 这个熬得很快 就熬好 加水的话 把锅子放在一堆 因为没有水嘛 它熬起来比较 就可快了 那还粘 你看看 多好 颜色也非常好 这是我准备的 瓶瓶罐罐 就用他们来装 装鱼果酱 如果是家里没有的话 可以在网上买 现在这种瓶子 一定有卖的 好 那样子就比较标准 趁热就往里挂了 这个平行不行啊 这个 我这个勺子能行吗 没问题